214 澳門日報 澳門文學松書發布 2015年7月12日拓文A02本部消息 由澳門基金會 作家出版社 中華文學基金會合作出版的第二批澳門文學松書作日新書發布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張宇希望澳門文學松書 能感染和啟發更多想從事文學創作的人加入隊伍 使澳門文學創作的力量銀生生不適、延免不絕 澳門文學松書新書發布會昨日下午午時半 在理工學院體育館第十八屆澳門書史嘉年華會場舉行 張宇、作家出版社社長葛肖正、中華文學基金會秘書長李小偉、澳門北會會長 澳門文學松書執行主編李觀鼎、澳門文學松書執行主編河欣欣等出席 張宇致詞表示,澳門文學松書自2012年起啟動 作者為澳門文壇老、中、青三代寫作人 不僅有約稿作品,也有面向社會公開徵稿 但所有作品均經過出版社專業編輯審稿 首批重書共二一冊於去年在北京首發 是澳門文學水平和發展成果的一次重要對外展示 引起澳門和內地文壇的高度關注 反應熱烈第二批的作品共二一冊 來自社會各階層和界別的作者 為讀者展現書發人生體驗和感想的散文 詩歌又有極對創作力和感染力的小說 也有《書古論金》的評論文章 葛少正稱,為總結澳門文學多年來的創作成果 系統整理澳門優秀的文學作品 推動澳門文學持續發展 澳門文學松書第二批二一冊的作品出版意義重大 充分展示澳門回歸祖國後澳門文學的成就 推動澳門文學的可持續發展 李觀鼎祝賀澳門文學松書第二批順利出版 感謝主辦單位長期對澳門文學的支持與指導 希望澳門的作家對五日佔壯大 作品愈寫愈好 為澳門文學及祖國發展貢獻力量 發佈會上,主辦單位負責人分別向本澳出版協會 大學圖書館等代表證書 為在本地讀者、主辦單位邀請一文傲者 親臨現場介紹從書的內容及分享寫作經驗 與讀者近距離交流 遇到